火箭和小牛排名相差不多 他们都在竞争季后赛的席位 当然今天火箭队竟然赢了小牛33分 他们真的是大疯了 接触钟志兰比赛回到美国后的麦迪 也专门来到了现场观看了火箭的比赛 本场比赛其实火箭的开局并不理想 面对小牛火热的手感 勉强凭借林珠豪和帕森斯的进攻咬住比分 小牛在首截仅仅三分球就命中五个 次节再战 火箭单节33比28扭转了颓势 比赛的高潮出现在第三节 这一节帕森斯林珠豪哈登三人的表现 用主教练的话来说是打疯了 最终火箭以136比103战胜小牛 而获胜的功臣当主帕森斯 他拿到职业生涯新高32分 13投12中命中率真是超高 比赛森斯林珠豪和带森斯林珠豪 比赛森斯林珠豪和带森斯林珠豪 我没想到达森斯林珠豪 赢了 谢谢大家